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 同样也是送给大家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 《我的梦》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就来为大家继续导读到了 是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的最新一个章节咯 穿越万年时空一起 那曾拥有的梦 现在还感动着感动 热情总是想通 望着天空似游戏 望着天空似游戈 暮顾沉重 欢回初中摇集苍穹 旧情浓 中摇集苍穹 生命随随到四壁残 云重重 就此让几身刻画成正我的梦 那潜水多年的梦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你也被这感动 他在显成的梦 说的梦 不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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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我的梦 穿越万年时空一起 那曾拥有的梦 现在还感动着感动 热情总是相同 摸着天空似幽旁 蘑菇沉重 挽回处中摇集苍穹 就轻弄 继续再回来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每次的节目一开头 除了会送给大家好 听的音乐作品之外 另外也会带着大家一同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在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的是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在这本书籍当中 讲到了人生当中的两大关键 也就是爱与感恩 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的生活境 可以变得更好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籍当中 有非常多导师的这些解答 而在最近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同样也是由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幸福跟着来 透过了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 来分享了在各个人生面向当中 大家所遇到的这些困扰 还有问题 而在上周跟大家导读到的是 二知识三章 内外同步才相宜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导读到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的第二知识四章 唯有正能量能摆平业力 学员提问说 我的女儿两三岁了 一直有皮肤病的问题 用尽各种方式都没有改善 因为这样影响到小孩的心情 及各个方面的发展 请问有没有方法 可以帮助我的女儿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刚出生的小孩有这样的问题 表示这个小孩 带着与他有对应点的业随身 无论是找中医或者是西医 可能转了一圈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这类的问题 往往都是与灵魂有密切的关系 无法用科学解释 比较有效的方法 就是与负能量沟通 唯有正能量能将事情摆平 只要有心 90%的负能量都是可以沟通的 只有10%的负能量 可能会距离于千里之外 这时候就要有得高望重的人 帮你做桥梁与他沟通 往往因为诚意所致 最后都是可以谈判的 而且谈成功的几率很大 就怕你不愿一事 或者是在谈的时候 心里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那就无效了 解决这类的问题 最基本的点 就是得真正的摆平负能量 是否能摆平负能量 要看你身上带的正能量有多少 所以现在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忏悔 再来就是要发愿以获得正能量 这样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人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 事情可大可小 所有事情在现在的时间点上 要对自己负责 想一想 你做了一堆功德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吗 还是为了利益众生呢 为了要还愿吗 还是为了要发愿呢 最伟大的就是 利益众生不求回报 如果天底下的人 都有这样的心态 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是自求多福的年代 必须将心中的思想弄清楚 切记有任何的偏差 很多事情可以用金钱 人情或者是势力解决 但也有很多事情 是无法用此方法解决的 其背后必有它的道理 所以还是要以德福人 以德福负能量 将负能量妥善处理 贵人就会出现 这是很奇妙的事 当贵人不显现时 不能责骂贵人 为什么不出来找你 贵人一直都存在 但是情况尚未成熟 他就会从你身旁擦身而过 问题不在这个贵人 而是在自己身上 负能量还在时 就得不到贵人的协助 等到有幸遇见贵人时 可能这位贵人 只是摸一下 给个膏要擦 你女儿的皮肤病就痊愈了 就是这么简单 是零碎到色地在你中中 就此让今生刻画成全我的梦 我的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 二知识四章 在这一个章节当中 谈到的就是 在女儿身上的这些负能量 要如何透过了好的方式 来做转换 如何找到贵人呢 导师在这个章节当中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了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就是 超码的学员 顺辉来到节目当中 顺辉你好 那想请问顺辉是在 相关的课程跟书籍 而且在去年2021年4月底的时候 发现到一个很好的一本书 想要介绍给我这个 马来西亚的个朋友 千尹 可是在交流跟交谈过程当中 反而被他反推荐了这个超码 这本书 顺辉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还没有拿到那本书的时候 可以先去晒晒太阳 可能多接触晒阳 会帮助提升自己的能量 所以后来也是做个实验之后 哇 还没有拿到那本书 就有一个很大的礼物 其实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晒太阳的第三天之后 我在卖房子卖的时候 所以后来有一个新的买家进来 出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价钱 而且那个价钱可以打破 这整栋这个储物的历史的转售教 那时候真的吓到自己 因为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就收到这么大的一个礼物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 没想到是因为 原本想要推荐别人其他的东西 但是反而因而认识了超码 而且在当中 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 朋友也会邀请你 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实证 来做这样子一个实验 但是在接触到了超码之后 就发现了在学习超码的过程 是越来越丰富的 那像是 社会有参加过了超码的实体活动吗 其实是算是有啦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实体 线下的活动已经办上线上了 而第一个大型的活动呢 是在去年 2021年5月23号的 幸福传奇总是你 那时候也是懵懵懂懂 只是跟着大家一起上课 而非常非常的感恩是 后来发现到自己的逻辑思维观 然后被打通了 突然间对人生的希望 非常充满了人生的希望 好像很多东西都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且又发现到超码 还要很多的工具 等着自己去做实验 去开发 去发现 这倒是蛮特别的 因为真的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课程 或者是大型的活动 虽然说呢 陆陆续续都转到了线上举行 但是呢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 透过了网络的方式呢 来一起共生盛会 如果呢 其实在学习超码的过程当中 真的呢 可以有很多面向不同的一些拓展 甚至是呢 在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 那像是顺辉 觉得自己在学习超码前后 觉得改变最大的面向 又有哪一些呢 其实改变最大的 其实是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啊 其实顺辉跟父亲的关系 这十多年来 非常非常的糟糕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交谈啊 沟通方面呢 很多数都会以吵架 或者发脾气收场 因为这十几年来 父亲通常会 有时候会分享 他的看法 他的说法 或者通过一些资讯啊 或者朋友分享 给他的一些东西 他会跟子女一起分享 可是心里面呢 顺辉会觉得 好像讲的东西好像不太正确 因为毕竟自己觉得 有上过大学啊 有高等的教育 然后自己对互联网 也蛮会操作的 也是会找到相关的资讯跟资料 所以会觉得 爸爸讲的这句话 好像不太正确哦 想要去纠正啊 去反驳父亲哦 所以因为很冲动嘛 脾气一物太好 又没有那根耐性啊 就很多时候去反驳之后呢 爸爸跟自己的沟通越来越少 这样就导致我们的关系 越来越冷淡啊 更冰冷哦 而且呢 在结婚之后呢 每次会周末回去 探望父母 可是那个形式好奇怪哦 就是我们会回去哦 跟父母聊了一两句之后呢 可能他们会跟孙子玩一下下 我们吃饱饭看电视机哦 我们就回家了 没有很多深入的沟通 或者说甚至自己会分享 自己在生活方面 还是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 一些东西要跟父亲分享 所以会觉得 因为有这个跟父亲的隔膜之后 很难跟父亲沟通哦 就因为这样呢 自己会觉得 既然父亲健康还算是不错啦 自己做工方面不错啦 生活也不错 就让他这样维持下去嘛 这样后来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个 活鸟的心态哦 就是明明有问题哦 不想去处理哦 只是非常感恩 去年2021年 接触到超马之后 发现到自己的问题好多哦 就是脾气方面呢 就是跟父母的互动啊 还是自己做子女的本分啊 其实没有做到足哦 因为学习到超马 还有学习到这个地址规里面的一些道理之后呢 会发现到自己要好好的去审视啊 去补足这些之前没有做好的事情哦 就因为这样呢 通过超马的方法 把自己的内心给软化之后 不会有那个很强势的那个个性出来哦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脾气给收敛了之后呢 就后来有那个决定想要跟父亲道歉了 可是还是很害怕啦 因为毕竟没有跟父亲道过去 也是也是 后来就是打算在其中一个星期天 回去跟父母道歉 很感恩那一天哦 刚好哥哥跟姐姐没有回去 只有自己跟父亲单独的面对哦 所以比较容易道歉 莫然会很尴尬 后来就突然有那个想法 就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跟父亲的关系 所以就在父亲的面前跪下来 跟他刻九字头哦 跟他道歉哦 而当时做了这个道歉的动作之后哦 自己会觉得突然间会变成 以前小时候 父亲面前的那个儿子哦 在听父亲说教这样啊 而且自己的心跟父亲的心 突然间觉得很靠近这样 拉得很近 而且当时哇 我的眼泪一直流个不停 因为心里面想跟父亲说的 这二十多年来 没有办法跟父亲说的 一次酷啊 跟父亲说 而且跟他道歉 一直跟他道歉 当时的父亲好像下 有点吓傻了 因为没有也不懂 突然间顺利跟他道歉 可是他 我是会觉得他心里面是很欣慰的 后来也是听了出一点哽咽的声音 他说已经很好了 你可以起来了 已经知道自己错 而且勇于认错 已经算是很好了 而那时候当父亲讲了那句话 我自己会觉得很心里很开心 又心中的那种大事 突然间放了下来 可是呢突然间又有那一个复杂的那个心情出来 就是有那个相见恨晚那种悔恨的一个心情 为什么呢 其实母亲在2019年去世了 会觉得好像为什么2021年才学习到钞吗 才学习到做这个小道这方面的改进 所以会觉得 所以会觉得 做太词才学习 而没有办法以一样的方式来跟母亲道歉 后来那时候就很自然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用我的自己的地盖走路 走到客厅的 因为我们客厅那边有妈妈的领域 就在妈妈领域前面 刚刚客头认错 也是做了一样的认错的动作 后来做了这整个东西之后 自己的心里面觉得很踏实 好像做了人生很大很大一见对视 非常非常的感恩 其实透过这样子一个经验 就发现了 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压抑 或者是那一些已经放不下的东西 大石头也一起落下了 就透过了在忏悔 甚至是在发愿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跟父母亲得到了一个和解 也让自己在面对家人的关系上面 其实也可以更开阔 那其实除了在跟家庭之间的关系之外 那轩辉有没有觉得 你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人生当中的哪一些面向 也是学习到超码之后 也有明显的一些改变呢 有有有 其实我蛮惊讶 自己的身体健康方面 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其实导师还有任一本书 《超级健康密码》 里面有教导很多排毒 或者养生的方法 而那时候 顺慧有去学习里面的排毒方法 做了咖啡排毒 还有甘打排毒 在短短的四个月 我就瘦了八到九公斤 那时候非常的吓到 因为自己生活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运动 只是经过这个排毒的方法 还有多注意自己的饮食的习惯 少吃那些没有营养的食物 而且这样就突然间 就瘦了八九公斤 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身体也好像会变得更好 就觉得精神啊 或者是在一个体力上面 应该也都转变得更好了吧 是的 是的 所以在心态方面啊 精神方面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做事情方面啊 工作啊 还是家庭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信心呢 可以去面对 可以去完成啊 没想到呢 在学习抄码 也短短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就可以得到了还蛮惊人 在生活当中各个面向的一个转变呢 那在今天的访问最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 请问顺慧是不是有什么话 想要跟我们超码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的呢 其实顺慧有两个东西 要快快地分享 是在孝顺父母这方面呢 我们尽量啊 父母还近在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时光啊 来陪伴他们 多关心他们啊 要做好自己子女的本分啊 也可以多来聊父母的心愿啊 来聊起他们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一些时间还很多 可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一个月过去啊 时间过得很快哦 他们的白头发又越多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已经老得很快 所以要把握时光啊 来陪伴他们 来做子女的本分啊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可以分享的就是 我们如果在有限的人生里面 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话 可以考虑来学习抄码 来做做实验啊 也是不要错过 这个抄码系统里面的 多方面的一些工具 来帮助自己提升能量啊 提升自己的观点 跟那个逻辑自为观啊 这样的话 我们对面对困难跟问题的时候 会很容易的把它给解决掉 当然呢 也不会错过导师的大型活动 其实在来临的3月 19跟20号 有导师的这个音乐赏宴跟课程 大家也是可以进来学习一下 如果大家呢 对于这大型的活动 相关的资讯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 超级生命密码的网站 或者是呢 在手机当中呢 下载在APP当中呢 都会有详细的时间内容 还有其他的一些分享方式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一起做了解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来自新加坡的顺辉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顺辉谢谢你 谢谢芷蓉 谢谢大家 常常都会在节目当中 听到了非常多的学员 来分享了 除了学习超码之外 要如何把超码运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何呢 改变我们的人生哦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 做实验的方法 也邀请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透过了网络 加入了粉丝团 或者是在官方网站上面 都可以看到 更多详细的内容 不过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听到这首音乐 生来对太阳升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相约》 在音乐之后 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生命图画中 怎有缺 总是盼呀盼 月满魔绝 云远千巧遇 才有了结 也许曾经真的 曾相约 尽量天地间感动 尝更烟 紧呀像其中有的 天地相约 情愿结 就又结 成救总在跳跃 紧紧涂抹起彩精彩 感恩这相约 我才知道难题 总是有解 人生啊 装身懵蝶 宽宽天的爱 深情相约 相约 相约 相约相约 生命图画中 怎有缺 总是攀牙攀 圆满抹绝 缘千巧遇 才有了解 也许曾经真的 相约的曾相约 张扬天地间感动 尝更烟 尽要想起重要的 天地相约 既圆节 既有结 成就总在跳跃 轻轻涂抹起彩 精彩一言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 每周六中午11点钟 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 单元当中 跟以往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周的 节目当中 都会有非常多 不同的主题和话题 但是发现 其实有非常多 不管是学员 或者是听友 在人生的各个面向上面 其实遇到了这种疑难杂症 其实也有很多 也是大家 可能每个人家庭当中 会遇到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有 非常多的朋友们 也把这些的议题 汇整出来 那在节目当中 就要请到了导师 来帮大家做解答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 同样也是 全球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龙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其实我们在 这个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这个千百万真的是 实实在在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 各个面向当中 真的会遇到了太多的困难 不管是在沟通 在人际关系 在一些事业的运转上面 其实真的遇到的问题 有非常的多 但是呢 大家的疑难杂症 还是处理不完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透过了提问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 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锁定的就是 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了 其实很多人都在家庭当中 可能已经当了爸爸妈妈 甚至是阿公阿嬷了 可能年纪也是五六十七八十岁 但是呢 在跟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呢 跟自己其他的孩子 在沟通上面 或者是跟自己 最亲密的爱人沟通 其实也常常会有 更多的一个状况 像是在提问方面 就有来自新北市的读者 听众提问说 其实他的亲子问题 就有非常多的一些疑惑 因为他说 他跟女儿的对话 就像是吃炸药一样 没说两句话 就像是要吵架一样 让他非常的困扰 这其实跟亲子的一个沟通 常常也是大家会面对到的问题 那像是跟自己 不管是最亲密的家人 或者是跟子女沟通 是不是很多人也会遇到 这样子一个状况呢 到时 这个21世纪的现在 大家比较崇拜 3C产品衍生的所有东西 所以哪怕是同一个屋檐下 同一家人 有的时候 这个沟通都是用手机 在这个互相进行议题的讨论 没错 所以越是现在年轻一辈呢 他们越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就觉得这个就是现在 实际下一种工作方式 所谓的沟通嘛 沟呢 可能可以说是一个渠道 对不对 那通呢 要能够通达 那你的沟通啊 才会有达到效果 如果这个没有一个渠道 那我们心里想要沟通 但是这渠道又不开 或者不通 那干着急 那两边就好像一个绝缘啊 没有办法相交流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能是有一些家人 他觉得在沟通上 产生了问题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阻碍啊 没有办法达成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不光是跟谁 就是说跟父母也好 跟子女也好 或跟家庭成员 任何一位 就是说想要沟通的时候 到底两个人 有没有在同一个界面上 没错 有的时候 好 就说沟通 他觉得我正在沟通啊 但老有点鸡同鸭讲 对方他没有期待着 用这样的管道 但是你却乐此不彼的 在对方没有接受 也没有允诺的情况下 来做可能性 他自认为 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而导致对方可能不解 后来可能就产生了 什么样的冲突啊 或怎么样的一个管道 完全阻碍住了 或者完全关起来了 所以导致就产生了很多 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么想要跟对方沟通 但是最后换来的 好像都是一种梦魅 哪怕自己的家人 也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 我们要静下心来 先要了解感受 或者是察觉 到底我们的所谓的沟通 是真的沟通呢 还是我们一厢情愿 还是里面有什么技术的问题 还是在这个情绪 情感 或者一种 就是一个重点分配的过程中 有没有把这个真正的 这个精髓啊 拿捏得体 而让对方和自己呢 所谓的沟通的程序中 对方不是排斥 而是渐渐的能够打开心门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就是如果 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来进行这些的讲话 其实是无效的沟通 其实真的常常在 我们不管是在 生活当中的家庭面向 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面向 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没有 用着同样的一个语言 或者是同样的一个逻辑思考 来做这样子一个 正面的一个沟通的话 常常都没有办法呢 得到一个共识 尤其呢 像是在家长呢 对于子女的沟通上面 其实也常常会有所摩擦 毕竟呢 因为世代的这些想法不太一样 再加上了刚才导师也说 大家其实现在哦 真的都是透过了数位的方式 来进行了沟通 或者是呢 来做这些议题的探讨 但是呢 文字常常也是 没有什么温度 或者是没有什么样的 更精确的一个沟通的方法 所以其实在文字上面 或者是可能一个贴图啊 一句短短的话语 也都会掀起家庭之间的一个论战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想要沟通呢 可能要有一个好的开头 就是对方可能要先感受到你的善意 那后面呢 可能比较容易 哪怕是用手机沟通 如果他的这个思绪里面 他的记忆里面 他觉得你是来者不散啊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的 用各种方式 他都是拒绝的 大门深锁的 那我想这个的话 就会事倍功半了 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个可能性的 让对方的感动啊 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切入点 但怎么样能够营造 让对方会感动 我想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智慧 他也在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界面上 去察觉 去切入 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议题 或者机会点 来让我们的沟通程序呢 能够达到更加的顺利 我想这个都蛮重要的 嗯 因为这点真的不太简单 甚至呢 要跨越了不同自己原定的思维 来透过了可能理解孩子的一些 不同的观点或者是方式 然后呢 尽量啦 就是站在不同的一个角度来去 为孩子思考说 哎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一个表现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展现 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说 都是不太简单的事情 甚至呢 没有勇气哦 又透过了更多的一些对话 而更了解孩子 像是呢 在台南有一位听众 他也提问说 其实呢 自己是没有勇气 跟孩子好好沟通 哇 我真的没有想过 原来跟自己的家人沟通 也是需要勇气的耶 那一定是因为过去的沟通 每一次都是产生梦魇啊 对 所以他的记忆里面 都是不好的结论 经验 所以导致最后觉得 为什么每次一沟通 都是打败仗 都是让自己觉得很灰心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 就要把很多的这个点线面呢 很客观的摊在台面上 自己想清楚 嗯 就是说 在沟通的过程中 每一个细节里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环节 是没有达到 应该是双方预期的一个标准 那有些是 人家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嘛 对 那在这个时候 要沟通 话要投机 我们如何投机 那这个主题呢 我想 跟每个人的智慧是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很用心 细心 耐心的去摸索 去拿捏 去品味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可以突破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我们 绕了一下呢 就不会像原先的 这么干的 两边相对 我想这些都有很多 是我们值得去学习 去探讨 去了解 甚至于去做实验的地方 那这又根据 每个人的能量场不同呢 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所以政府能量的重要 在这个时候呢 又凸显出来 格外的在这个生活里面呢 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一定是呢 在之前的一个沟通的经验不好 所以呢 反而会让自己呢 害怕跟孩子 甚至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一个家人 来沟通 不过呢 真的 真的要找对方式 也是蛮不简单的 其实我觉得 在跟孩子 或者是跟家人练习沟通 其实也算是一种 试炼 或者是呢 这一种的 做科学的一个实证吧 就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话题 可能呢 我们就可以像导师 刚才所说的 要更仔细的去观察 去尽心的也去聆听 然后呢 找到了 可能自己原本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可能 也可以跟孩子来切入沟通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孩子喜欢的东西 说不定呢 就渐渐渐渐的把两边的好感度呢 就往上的提升 那就透过了一些其他生活当中的聊天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事情的一个探讨 让我们呢 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面会更加的接近 所以呢 要练习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从非常多的这些尝试来开始耶 其实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在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结果上啊 我们有果退因去看看 是不是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自我的一个期许 练习 火候啊 再加强 这个是我平常在讲的 就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觉得如果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 应该要先反求诸籍啊 让自己的这个层次提升 或者是成熟度提升 哪怕是有的时候 是父母跟子女谈话 那父母可能也不是那么样的 在哪一方面的成熟度非常的够 所以有的时候会僵在那里 那我想这些东西呢 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客观的 这样子的一个见解 或者一个这个开放的心胸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父母怎么还有跟儿女讨价还价的呢 所以一有这样观念的时候 有时候就 子女呢 也没有在特别讲究这一方面的时候 可能两边就对峙起来 所以还是有很多地方 我们是有机会 如果自己愿意 这个学习成长突破各方面 来让自己在这个沟通上面 精益求精的 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在努力之后 不光是跟子女 家人 其实在这个事业上 工作上都是息息相关 有我们的一个这个长处啊 在沟通上面 能够真的达标 我想这个不管怎么样 对自己都是好事 对耶 其实就透过了学员的提问 当中呢 其实我也反求诸籍 然后呢 开始在想说 哇 是不是自己跟家人在讲话 在沟通上面 其实也常常没有办法呢 算是词不达意 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良好的沟通 所以有的时候 我自己常常也会不耐烦 但想一想 哇 这个就可能是要多做学习的地方了 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进行好的沟通 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了 想要达成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效果呢 可能是用的方式 或者是表达的方法不太对 其实有的时候啊 这个同一句话 换句话说 说不定呢 也可以改善了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不管是 在长辈 或者是要跟子女沟通 甚至是我们子女 要跟其他的家人来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多做思考 有的时候呢 尝试的方式呢 可以更广泛 有的时候换句话说 诶 说不定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也让双方呢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方式 对 所以这些呢 不是不知道 对吧 一事吓一跳 原来生活是一种艺术 在这个艺术层面里面 我们就说 人们说这个人生如戏啊 如果自己也愿意 随着各种课题 都愿意学习成长 有时候在练习过程中 或者自己领悟到其中 一些重要的道理 其实再回头看看 过去很多 曾经浪费了一些时间啊 精力啊 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那么如意的 再回想一下 可能就是一些 可能小细节啊 或者是一些观点啊 只要稍微调整 可能就免除了过去那些 自己的一些不好记忆的发生 那我们在面对未来呢 那既然如此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就是从我们自己做起 把沟通的这管道呢 真正的建立起来 是一个很健康 很客观 而且很喜乐 跟对方沟通的一些 这些顶线面啊 能够凑在一块 如果真的都是好事的话 那我想我们这个 心中的一个纠结啊 就比较容易把它化掉 嗯 没错 因为其实说到了沟通 不是只有跟家人啊 其实我们真的 在每天呢 睁开眼睛之后 就要跟非常多人沟通 像是呢 要去买东西 也要跟店员沟通啊 甚至是呢 在路边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发生 那我们要如何进行 良善的沟通 所以呢 其实沟通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需要呢 不断的去尝试还有做练习啊 不过呢 跟最亲密的家人 反而呢 生活的时间更长了 但是呢 沟通反而会更没有效率吗 这一点呢 可能大家也要多做一些 不同的一些尝试啊 到底我们在跟亲子 甚至是跟家庭的沟通上面 还有哪一些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 待会再持续邀请到了导师 来跟大家做提点 而马上来送上这一首 是由太阳盛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圆圆 三月之后 马上就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咯 曾经走过千年轻静静静静静静静 日出日落云月无千圈 潮来潮往浪躁 沙红尘卷 情庭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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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何世間 青森不絕 蘇星月 皆纏綿 星月 千萬年 因緣前 要學會 細目間 絕不欠 若在所 願你演 尋夢願 幸福前 真心遠遠 因為愛 真心不見 天上浮雲 自在 恰似书卷 喜平原 花成圓 任山野 盼盡彩 總等圓 如何得到快樂 如何不為錢煩惱 如何與人溝通更順利 如何才能擁有精彩豐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問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問 繼續再回到福到你家的節目 進行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問的單元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持續邀請到就是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就是跟我們在最親近的這些親密的家人上面的一個溝通了 像是我自己 就在跟不管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跟哥哥溝通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還算蠻順遂的 比較不會有什麼樣的衝突 但是常常也都會有一點點的不耐煩 如果剛才在節目當中聽到了非常多提問 甚至是導師的解答之後 發現其實有的時候轉換一下 或者是來更多的了解不同人的一些觀點和想法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溝通所會影響到的一個面向真的太廣了 不僅僅只有家庭上面的溝通 在試驗 在生活上面 其實各個面向我們都要進行了良善的溝通 但是為什麼我們跟反而生活在一起 時間最長最了解的一個親密的家人 溝通上面會有一些障礙或者一些困難呢 像是就有一個台中的聽友讀者也在提問說 其實跟他的先生也常常是溝通不良的 那也常常因為好像沒有辦法講到一起 也產生了在生活當中非常多的一些問題 而且其實在我們非常多 不管是我自己身旁的一些家庭關係 或者是一些新聞時事上面 發現了其實在夫妻上面的一個爭吵爭執 其實常常也會變成了一個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甚至進而造成了非常多一些家庭悲劇 所以儘管是自己最親密的枕邊人 有的時候溝通的時候也不能那麼直接 或者是直接的來讓家庭產生紛爭 所以其實在跟我們自己最親近的家人溝通的時候 一定要更有技巧 對 所謂溝通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管道中 一來一往的交流 把大家可能不同的一個看法 漸漸的拉近 那達到我們溝通的一個目的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認為是跟對方在溝通 但是我們的語氣 我們的態度呢 是命令舉 而不是一種想要互相溝通的一種互動 對 好比說家裡剩了這個一碗麵 那太太呢 也許就想說給老公多吃點吧 但是她這個口氣呢 她並不是問老公要不要吃 她可能是一種命令舉 你就把這碗麵吃了吧 那如果那個老公不是很善於交流溝通的 她可能在想 好吧 那就忍耐吧 吃掉吧 但事實上對她而言 她可能心中也不想 對 那這就失去了溝通的意義 那這個當事者可能還認為 欸你看我都跟她溝通了 你看我一跟她講她就說yes 其實那個可能心中不是很舒服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氣 在心中生著 它會影響到後面 再去溝通的一種可能性 或者在後面溝通裡面 因為前面對方已經有什麼樣的不順心 不如意 在心裡面有個疙瘩 她後面呢 是不是在什麼樣的一個議題上 又會突顯出來 對 所以這些東西呢 都是很重要 我們現在隨時隨地都要去了解 並且可能做處理消化 我想這個就是每個人 自己的人生觀裡面 要給自己點這樣的一個機會 免得到時候已經 好影響到你想溝通的人的一個思緒 或者是態度 然後對方也不想跟你打開心門 再溝通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比較累一點 嗯 我覺得剛才導師講到這個例子 真的很好 因為有的時候啊 就跟自己認識太久的人講話 有的時候也會如此 就好像呢 要指定別人去做什麼事情 感覺就是 我們都已經那麼熟了 可以更加的直來直往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發現了 好像呢 少了一點點善意 或者是少了一點愛存在 因為就覺得啊 自己都老夫老妻了 認識了那麼久了 那你應該很習慣我的講話方式 或者是我們之間 可能有一些默契和規則 你應該了解我的啊 所以呢 在溝通的上面 我們就會常常省略到了前因和後果 可能呢 要去請先生來吃飯這件事情 其實可能是出自於好意 想要關心他的健康啊 或者是關心到 他在吃東西上面的一些營養等等的 但是呢 就用這個指定的語氣 當然會讓人不舒服啊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太過熟了 而反而忘記當中 其實我們也要放非常多的愛 在當中 才能進行良好的溝通呢 那其實呢 就是說 我們摸一個石頭 硬邦邦的 摸下去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就是一個石頭 對不對 但是你說摸有些像小孩子的一種 黏土還是什麼的 很軟軟的 摸下去 覺得這個蠻有觸感的 所以你就想要多摸摸 是不是 那溝通也是一樣 你說一句話過去硬邦邦的 對方可能 連回答的這種原動力都沒有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一個斷層 那如果自己還不自覺的時候 就是一種危機 那我想我們的這個日常的分秒間呢 如果自己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在各方面呢 都是比較客觀的去品味 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 我們所說的每句話 或者是我們的一個起心動念呢 是如何跟對方 產生一種交流 而這個交流是健康的 還是這中間有這個隱憂的 還是有什麼東西是必須要移除的 我想這個東西一定是 當事者他自我期許 要生命中好上加好 那就有可能在這方面做一種改變 但如果有些人他非常自以為是 他認為他自己都是對的 那這個溝通可能就是經常不靈 那對方要嘛就是委屈求懸下 跟你做可能的溝通 要嘛就是完全就已經大門深鎖 他覺得跟你溝通實在是無趣 那這個如果當時自己還不知道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生命裡面許多的損失 而不自覺 這就是比較可憐的事情 像是我們在之前的節目當中 也談到了一題就是我執嘛 就是對自我這些執念 把自己放了太大 所以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常常都會可能根本聽不進別人的一些話 甚至是根本聽不懂別人在跟你溝通什麼問題 總是先把自己的想法來講出來 或者是急於來做這些的表達 但是好像只能溝通個兩三成 那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是 因為自己已經有一些自我的固執存在了 甚至是連問題問的是什麼 都有點聽不太進去耶 是 所以我經常說啊 這個人生啊 雖然是如戲 但是我們究竟有沒有弄清楚我們的定位 那我們所謂經常在講的 渺渺GPS 就是要了解 到底我們在做了什麼 說說什麼 情緒的表達 到底表達出來 是不是 別人的感受是我們心中所想 想要表達的東西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雙向的 但是有的時候 真的就沒有搞清楚的時候 那個管道 這個一旦對方就認定 沒有什麼好說的 沒有什麼好溝通的 那這裡面呢 就變成硬邦邦的 那就有可能 像剛前面講的 實在有一種 沒有再去溝通的勇氣啊 因為每次都是滑鐵爐啊 對啊 那我想這些東西 還是要自己細心的 在這裡面呢 去找到一個切入的重點 看看問題到底在哪裡 只要有心 我相信都會有解決的方案 怕就怕說 因為自己的自視過高啊 或者自己的自信心非常滿啊 所以導致了自己不願意 把自己的心門打開 跟對方交流的一種這個誠意啊 可能就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就抹煞掉了 所以後面就會產生了 每一步都很困難的 往前這個邁進的溝通 所以我想這些東西 還是要自我期許或自我提醒的 嗯其實真的要靠了非常多 在日常上面的這些訓練 或者是培養 甚至呢要學習如何聽得盡別人 在跟你溝通這些話語 其實呢對我們的生活生命來說 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呢我們知道了更多事情之後 我們才能透過了不同的方向 來進行這個良善的溝通 總之呢其實在這個溝通的議題上面 除了跟家人之外 其實真的面向擴起著很廣 但是呢這件事情 還是要透過了不斷的一個練習 還有做了一個調整 才能得到了一個好的一個 良善的一個循環呢 所以呢其實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富足人生千百萬的單元 真的呢會有非常多這些話題 議題都是呢在大家的生活當中 那今天也透過了提問 來跟大家分享了 在跟不管是子女 跟最親密的愛人 在溝通的過程上面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問題 在我們每個禮拜的節目當中 其實呢也會透過了不同的這些主題 來跟大家分享了這些內容 那導師呢也會為大家來做提點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了更進一步的內容 也歡迎大家可以上網來做查詢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搜尋 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甚至呢也有臉書的粉絲團 同時也在手機當中 可以下載著超級生命密碼的 夢想舞台手機APP 在裡面會有好聽的歌曲之外 另外也會有一些抄馬的最新消息 那在全世界各地 其實我們也都會舉辦了 超級生命密碼的圓滿人生精英會 在這個精英會的過程當中 也會透過了導師著作的一個分享 讓大家呢來交流心得 甚至呢還有彼此的分享時間 不過呢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著圓滿人生精英會的時間 和地點都不太相同 也歡迎大家可以上網路來做詢問 大家可以在官方網站 或者是手機APP當中 來詢問客服人員 如果大家習慣用電話 撥打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先把這支電話抄寫起來 在一般的上班時間 透過了電話來進行詢問 台北的電話是 025599-5439 台北的電話是 025599-5439 也邀請大家可以透過了不同的主題 一起來學習 讓自己不管是在溝通 各個不同的面向 都可以獲得成長還有收穫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再次感謝全球超級生命密碼 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聖德導師 再多來到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做這些生命的提點 謝謝導師 謝謝子榮 謝謝大家 再次謝謝太陽聖德導師 來為聽眾讀者做解答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會有非常多不同 關於這生活 人生面向的一種種種的問題 導師呢 都會在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做一些提點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搜尋 福到你家的節目 就可以聽到在之前分享的不同節目內容 而另外在每周六 也就是在今晚的八點鐘 大家都可以在臉書 或者是在youtube頻道當中搜尋 因為你的節目 音是音樂的音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短分享的時間 另外也有好聽的音樂歌曲 也歡迎大家透過了網路的節目 來一起認識超級生命密碼系統了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節目最後 同樣也來送上這首好聽的音樂 是來自太陽聖德導師 所作詞作曲的幸福烙印 在音樂之後呢 就要先跟大家說聲再會了 我們下周六 中午的十一點鐘到十二點鐘 FL4.1正升台北跳平台 我們空中再會了 拜拜 天地情世間 愛滋潤人生 分秒歲月 幸福盡益 紅塵寂寂 細細品味隔世間 哭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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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舞真實際 悲歡離合歸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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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光山崖學會長行 悲歡離合歸清靜 和喜福盡 喜福盡 心愿能入生 勇敢刻画着幸福烙印 勇敢刻画着幸福烙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天地情世间爱滋润人生 分秒岁月幸福静音 红尘真净 细细品味感而世间情 苦或香 了无真实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整眼一心 闻世界太平 云零百花鸡 酸甜苦辣的浮起自已 重逢过了向前行 圆满人生 勇敢渴望着 幸福烙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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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